暴雨襲來 雨刷沒停過 前方霧萌萌一片 牆風吹起 路樹搖晃 後方帳篷看起來有點不妙 這會飛走嗎 會有人 會走 走了 走了 趕快 不亂怎樣 這麼一大片帳篷竟然直接被掀起 民眾看了好驚嚇 這也是花蓮火車站前 因為海魁颱風 3號早上6點多 就開始刮起八極的牆風 一間無人租車公司 停車場的潮打帳篷 直接被吹得東倒西歪 一震就起飛了 整個就飛 棚子就飛過來了 帆布跟支架直接解體 壓到部分機車跟轎車 已經有相關人員到場處理 幸好沒有人受傷 老闆只是在社區的中央大陸上 為了安全起見花蓮的東風裡 圓城裡還有台東的嘉蘭村 新興村等山區地方 容易會有坦塌落石 為了安全施工所人員和警方 一戶一戶協同下山 確保民眾安危 台東也有軍方一同協助 台東新興村現在開始進行撤離 可以看到陸軍東止步 也派出了中型戰術輪車 除了協助幫忙搬物資之外 也可以協助居民撤離 宜蘭風雨逐漸增強 火車站旁的吉米公園 相關人員趕快把裝置 藝術套上袋子 希望不要被風雨吹到受損 車站裡面也有許多民眾 因為火車停駛而提早來改票 下午三點 下午三點 那怎麼現在就在這邊等 我們怕颱風啊 怕回不去啊 海盔支撲東半部 大家都提心吊膽 警戒著希望可以平安度過 這次颱風TBS新聞總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